走进大厅大理石建材 桌面上摆满的是签约户送上的凤梨 建案买气旺旺旺旺 尽管平日依旧能看到看房的民众 这间位在北市科兴中美重化区的建案 诸大水岸生活圈 邻近科教馆还有儿童乐园 现在一平售价来到了120万左右 真的不夸张 受乘屋市场供给减少 根据最新统计 气度预售屋市场增温 房价表现以台北市最为惊人 今年上半年平均预售物房价 一平来到了123万元 和去年同期相比 涨幅高达17% 现在因为政府的新清安政策 它是首购族的催化剂 所以像周边的朋友好像都买了 那自己不出来看房好像也不行 那加上现在是暑假 所以大概来看房的民众 每周大概有40组左右 比上个月新增了一成左右 看房人潮接不完 这状况在中南部可是更火烫 摊开数据来看 其中又以台中市买气最旺盛 上半年预售屋有1509笔成交记录 什么概念 换算下来等于每天约有58笔成交 而高雄市则有6552笔 交易量成长一倍 那目前的房贷率大概是2.18%左右 其实算是相对低利的一个环境 还是持续的 那通膨的预期心里也带动了 就是房价的一个上涨的预期 所以目前短时间之内应该没有下跌的一个空间 房价与经济紧密关联 通膨带动了房价的预期 有近四成的民众认为下半年可以买房 房市火热热 看来房价近期仍只涨不跌 动森财经新闻刘子澄 邱小倩台北报道